火星的生命之谜一直是科学家们尝试要解开的谜团 有科学家分析了来自火星的陨石之后 发现火星上曾经有热夜活动的最老的证据 证实了早在44.5亿年前 火星上可能就有热夜活动 而部分的科学家认为 地球最初的生命可能就源自于海底的热夜喷口 火星上可能存在生命吗 这是天文科学家们一直想要解开的谜团 现在他们可能又离答案更近了一步 澳洲科亭大学主导的研究团队 在分析了这颗昵称黑美人的NWA7034火星陨石后 发现了火星上可能曾有热夜活动的最老证据 其实科学家早就知道 孕育生命不可或缺的水曾经存在火星上 但始终无法确定水最早出现的时间点 这份研究证明火星早在44.5亿年前 就可能有热夜活动 有些科学家认为地球最初的生命可能就起源于海底的热夜喷口 团队把研究成果发表在《科学前缘》期刊中 希望这项新发现有助于了解古代火星的热夜体系运作 进一步探索火星的生命之谜 综合报道